子哥 子 子 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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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我们的节目时间都过了 这么多人叫老公 都抢不过我 去去去 这句肯定播不了 感谢现场观众 如此的热情 都这么晚了 夜里11点多了 你看看 大伙等了半天 我们哥俩出来 姗姗来迟 说实在的千呼万唤 驶出来 这话听那么别扭啊 不是就是咱刚出来嘛 就这意思 好多观众认识我 也有的观众不了解我 我叫郭麒麟 熟悉我的观众都爱叫我大林 就叫我大林 有这么说的 旁边这是我的搭档 他叫颜鹤祥 我们哥俩合作时间也不短了 说相说了五年 但其实在我身上呢 退学就已经退了六七年了 这全国都知道 对 你这就不用往外再散了 其实说实在话 我小的时候 我爸还是希望我能够 踏踏实实的好好上学的 真的这样吗 真的呀 我小的时候啊 怎么着 记得特庆祝 我爸为了激励我 让我好好学习 那时候说我们校有考试 我爸叫我 孩子 你不是一直很想要一辆自行车吗 我打听了 你们这次考试啊 一共考十个科目 每个科目满分是一百分 总分就是一千分 好比说你要考一千分 就给你买一辆一千块钱的自行车 你要考八百呢 就买一辆八百块钱的车 以此类推 说完这话 我记心里去了 考试去了 考完了兴高采烈的回来 就找我爸爸了 爸爸 有两块五的车吗 就考这么点分 我爸爸也特别的和蔼 这像你附近下边啊 把我就轰出去了 怎么办呀 他也没有自行车 是啊 心里特别难过 啊 我们家有一个储藏间 哦 我上那储藏间里躲一会儿 哎呦 进了这屋把门关好了 把烟掏出来 对 演着了 您先等 您先等会儿吧 您多大就抽烟啊 八岁啊 八 这可不学好啊 你也不看我师傅是谁 哎 好啊 那你九岁会烫的头应该是啊 抽烟 哎 反正我爸也看不见 那是 他哪知道我抽烟去 正抽着呢 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寸 我爸爸一推门进来 整瞧见我在这抽烟 哎呦 给我爸气坏了 浑身直哆嗦 嗯 轮圆了胳膊 啪 给我一大嘴巴 嗯 为什么抽烟 他们总说我黑幕心情郁闷 啪 你爸是罪魁祸首 哎 我爸听完当时就没话了 嗯 上边就坐着去了 我一想怎么办呀 嗯 我得感谢他这嘴巴 为什么呀 他一臭我 啊 我这脸上旁边一歪 哦 整看见我们家这储藏室的角落里啊 嗯 放了一个石碾子 哦 农村亚粮食用的石碾子 对了 留这个干嘛呀 我把这石碾子推出来啊 在上面安了一个吧 哦 这就是我的自行车 哎 哦 能推就是车 哎 有咕噜就是车 好嘛 我天天推着他上学 哎呀 推着这石碾子上学啊 有一个缺点 什么呀 总是听不见老师讲课 满腹中 为什么呀 招收特长生 您什么特长啊 说我臂力惊人 哎 哈哈 每天推十碾子吗 您多不说啊 哎 说我胳膊劲儿大 哎 非得说我 这是个星星啊 太好了 啊 我上这一打听 嗯 还是个激素制的学校 哦 我心里更高兴 为什么呢 一离拜就推两回碾子就够了 是吧 就回一次家嘛 哎呀 为了去那个学校 嗯 我爸在临返校的时候啊 给我准备了一切的应用之物 都什么呀啊 给我准备了一对哑铃 两个杠铃 四个牵球 您等会 八个铁笔 两杆标枪 您是缺铁是怎么着啊 我不缺铁 那要这些干嘛呀 我爸说呀 你现在天天不推十碾子了 你这肌肉别萎缩了 我为了锻炼 你总得练着 啊 把这些东西全放在书包里 我背着去学校了 嗯 到那先到宿舍报到 哦 一进我那个屋啊 迎面十一二层铺 哦 下铺躺一哥们 嗯 跟那躺着看手机呢 我问他 我哥们 我住哪 他看都不看我拿手一直 上铺 我说得嘞 这包就扔上去了 啪 就歇在脸上了 这怎么回事啊 上腹没烟腹完 您倒看清楚喽 好给这大哥砸的呀 哎呦 把这牙床子都砸歪了 好嘛 打这儿起捞鱼毛表 什么呀 一到半夜他总咬牙 这怎么回事 他老想把这牙床子震过来 这还震得过来 您怎么他咬牙他痛快了 啊 我们这些同学谁受得了啊 对啊 他嘎吱吱嘎吱吱的啊 我想了一主意 什么主意 我买了二十斤生牛肉 这干嘛呀 赶等他在咬牙的时候啊 我塞他嘴里 啊 这样不就没事了吗 哦 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什么呀 第二天早晨啊 能得二十斤牛肉馅 哎对了 还有半斤哈喇子呢 对对对对 多好啊这个 已经忒损了 可是这个时间不长 啊 他嚼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哎呦 往常二十斤能嚼一宿 啊 这回二十斤刚搁那十分钟 就嚼出来了 太提速了 我的妈呀 这个起个外号嚼肉机 这是 哦这是外号 啊 这怎么办呀 啊 我听不了这个声音 那怎么办 我真想说有一个MP3 我堵住我的耳朵 买了 家里不给呀 哦 那怎么办呀 啊 我怎么能买MP3呀 对呀 MP3当时市面卖 才卖二百多钱 那个年代 二百多钱就找不着 哎呦 我想折 嗯 我要求助 求助谁呀 我 我给 我给孙悟空写一封信 您是不是发烧了 这是吧 没有啊 给孙悟空怎么写呀 哎 打开信指写 啊 孙悟空叔叔 啊 您好 你看 我想要一个MP3 啊 需要二百元 您能给我吗 郭麒麟 瞧把孩子给逼的 写完了 我不知道这信上哪记去 对呀 找谁去啊 找我师父去了 哦 余谦老师 嗯 我把这信给了他 嗯 我说师父您受了 也帮我把这信记了吧 哎呦 说完这话我走了 余老师拿着信一看 嗯 孙悟空手 对呀 这孩子怎么了 这余老师也奇怪 打开看看吧 嗯 打开一瞧 眼泪没下 哎呦 孩子太不容易了 逼子 就想要把MP3治愈的嘛 啊 这钱我也出了 你看余老师 不就要二百吗 啊 上网一查 现在最新的MP3 才卖一百五 便宜了 拿了一百五 写了封回信塞在信封里头 啊 把我叫回来了 来 麒麟回来回来 你看这弄好了 你看孙悟空给你回信了 哦 我接过来打的信封一看一百五 恶果美快了 妈呀 回家去了 嗯 没一会儿写了封回信又送回来了 哦 这信拿回来 余老师一看高兴 哎呀 甭问啊 嗯 孩子肯定知道这是我给他的钱 对 这绝对是表扬信 嗯 打个这信一看 余老师鼻子没起歪 你怎么写的呀 孙悟空叔叔 您好 下次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 余谦那个坏蛋透过五十 哈哈 你说余谦找谁惹谁了 你说就这样 这样我学习能好得了 这样也没人帮您了 晚上老听MP3 啊 到了白天是无精打采 对 我们这是一个体育类的专科院校 啊 啊 每天就这个体育课受不了 你干嘛呀 魔鬼般的训练 您说说 跑步 对 二十公里起步 哎呦 我不行 为什么呀 我耐力受不了 哦 拼不了 我是臂力惊人知道吧 那您拿着大顶跑 对不对 他又不允许我这么跑对不对 这没没辙呀 那怎么办 我想主意啊 啊 我泡病号 您什么病啊泡病号 怎么就不能泡 啊 我我先上医务室门口 啊 我看别人说得什么病 哦 我就学他们 有人来吗 当然了 啊 我跟旁边刚一躲好 没一会儿那边跑了一个姑娘啊 扭扭捏捏的啊 看左右没人进去了 嗯 哎呦 哎呦 那个大夫 我肚子疼 啊行 那甭跑了啊 那个回去喝点热水去吧 嗯 这就不跑了 小女孩很正常 哎一会儿又来一姑娘 嗯 大夫 我肚子疼 行了 甭跑了啊 那个回宿舍躺会儿去吧 一会儿又来一姑娘 大夫 我肚子疼 行了 甭跑了 回家歇两天去吧 这太合适了 这啊 这你不 这我也我也试试吧 推门进去 大夫 我肚子疼 滚 你就是吃多了撑的 是吧 那跟您没关系 哎 你说 都是肚子疼 我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一天会懂的 是我当时我是不明白啊 我内容纯啊 多新鲜啊 就因为这个事儿 闹到我们班里去 哎呦 班主任知道了啊 当时要开这么一节班会课 当着多少同学要点名批评我 怎么说的 站在讲台上啊 老师把教案往桌子上一拍 嗯 同学们 咱们今天开一节班会课 这边同学先别说话了 哎 那边别看手机了啊 那俩亲嘴了 别亲了 考串的出去 这是教室 这是庙会 我今天来就问一件事 怎么了 咱搬大门又让谁给卸走了 这学校别开了 大伙回头都看我 为什么呀 我嫌疑最大呀 怎么呢 我臂力惊人呀我 就你绝得动吗 你别看他在上面说我 我底下我可不怕他 您干嘛呀 他上次开大会 我底下开小会 老师就烦着了 我底下我嘴里我嘟囔着 讨厌 老师一看好气坏了 郭西林 说什么呢 站起来 把刚才说的话给我重复十遍 老师 老师我不敢再说了 给我重复五十遍 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 老师的裤子拉链开了 老师的裤子拉链 好孩子快坐下快坐下 老师也倒霉催的 拿起交案就走了 临走着说了一句放学 什么 就放学了 行了回家吧 出去骑上自行车奔家走 嗯 总有一个女同学也骑着自行车跟着我 这怎么回事 我知道他们家 啊 跟我们家住着不近 不顺路 他为什么还老跟着我呀 哦 蹬着蹬着走着一半 嗯 我把车停边上 我累了 我要休息休息 我跟着正正缓着呢 啊 这姑娘也停车了 啊 过来啊 他拽我一脚 哎呦 哎呦呦 怎么怎么了你 那个 空棋霖 我觉得 我想跟你说一事 说什么呀 我能追你吗 呦呦呦呦呦呦 请问这话给我气坏了 你追得上吗你 你是你爸亲生的吗你 五分钟我骑到家了 不是人家是那意思吗你这 他什么意思 你以后会懂的你 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不明白 怎么回事呢 我知道这姑娘喜欢我 对呀 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的 怎么呢 我不喜欢天天追你 譬如后头我喜欢你 我这样我受不了 那您呢 我就喜欢那个 我玩命的追求你 你正眼都不瞧我一眼 冷若冰霜 我怎么跟你说你都不理我那种 贱 你甭管 你甭管 您就爱这个 我喜欢这样的 而且在我们班 有一个班花 那是我的梦中情人 是吗 名字太好听了 他叫 诸葛钢铁 估计你爸想捧这个我跟你说 啊 诸葛钢铁这名多肉头啊 嗯 钢子 我太爱他了 我怨死了 这是钢子 好 我 这个诸葛钢铁 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啊 是吗 最爱的就是她 怎么呢 我跟你说她是校花 全学校男生都给她写过情书 哎呦 连我们校长都给她写过情书 不是什么正经校长 现在都这样 但是 嗯 她只给我一个人回过 那就甭问了 绝对对我有意思 你看看吧 早于没人家打开瞧瞧吧 嗯 除了你谁都行 对 反正这 这姑娘也是为了拒绝啊 省点流量这是 哦就写一个就够了是吧 那就拒绝您了 这什么姑娘这个 太损了 不行啊 我得问问她 我把诸葛钢铁叫出来 嗯 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啊 对呀 实话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谁呀 就是你们班那个绞肉机 这您的社友啊 就就就那个 就就就那个是不是 啊 你喜欢那样的呀 嗯嗯 给我气坏了 咱们是一个宿舍的好朋友 对呀 好哥们啊 你这叫夺妻之恨啊 就像说枪似的 我得跟他拼命啊 怎么办呀我 哎 有一天我趁绞肉机上厕所的时候 啊 我得报复她 你怎么报复了 她在那儿正尿尿 嗯 我蹭了我就冲过去了 好 我跟她同归一进 哎呀 哎 你干嘛了你 我给她把裤子扒下来了 你怎么那么缺德呀 好吧好吧好吧 你是什么玩意儿 我终于报仇了 好 哦 我把她裤子扒 你说这不就是同学之间闹着玩吗 对呀 这人愣告老师去了 人能不告老师吗 把我们老师叫过来了 啊 老师当着好多同学 数了我一顿 肯定的呀 我告你郭杰林啊 你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嗯 以后人尿尿你可不能扒上裤子 对呀 你想我是个好孩子 啊 老师教育我要听在心里 就是 转天看那脚势尿尿 我就没把她裤子扒下来 改正了 我给她提上我 确认了吧 这钱是没白花 那错不了啊 五周年快乐 哎 谢谢 谢谢 说的什么 他们说呀 祥林五周年快乐 哦 因为明天 过十二点之后 1月25号是我们哥俩正式合作五周年 哎呦真快啊 太快了 今天是淘汰赛 必有一组人马要离开我们的舞台 也可能是你们 好 因为观众投票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观众投票的时候也跟艺术没有关系 全凭此时的好恶 刚才看这好 后来到投票是觉得张三穿这个衣服漂亮 我投给他吧 所以说这是最公平的一种比赛了 对 如果今天是你们淘汰 您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觉得今天谁可能被淘汰 说实在话 我对于排名名次淘汰与否真的不是特别的看重 嗯 因为咱们家的情况您也都了解 我在家天天跟他说 我说你千万不要拿第一啊 拿第一得人骂死 非得说咱们是黑幕不可呀 这个之前啊 录过一别的喜剧节目 我们成绩不好 嗯 我发微博我诉苦 人家观众就说 你那都是现场观众 每一名观众人家投出来的 你们不好就是不好 不要找理由 哎 这个节目呢我们成绩很好 然后观众开始说 你们就都是黑幕啊 现场观众根本不算数 哈哈哈哈 也没辙也没辙 所以说无所谓 很正常啊 谁能留的这个舞台上 都是希望能够把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好吧 调整心态很重要啊 嗯 稍事休息一会见吧 好谢谢 谢谢 谢谢